张曼玉尔东升相爱三年屡次与梁朝伟传出绯闻 张曼玉在刚出道不久就邂逅了导演尔东升 一个是娱乐圈青春靓丽的女星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 就这样两个人互生好感明智年顺的走到了一起 这一段恋情持续了三年时间就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至于分手的原因外界纷纷猜测 一些网友认为导演尔东升大男子主义 让女神张曼玉无法忍受 这种说法有意气可循 尔东升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很高的真名度 可谓是事业成功的男人 在性格上自然也会强势一点 或许是尔东升的这种平行 让张曼玉爱得极其卑微 也逐渐失去了自我 所以两个人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也有网友认为是两个人剧多离手感情变淡 娱乐圈的很多明星导演都是这样的 张曼玉和尔东升为了自己的事业 难免会在外地拍戏 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 感情就会走到终点 后来的张曼玉与影帝梁朝伟经常在一起搭戏 成为了荧幕上的情侣 不仅如此 张曼玉 梁朝伟 刘嘉玲三个人还经常在一起同台 在同台的画面中 张曼玉与梁朝伟的行为举止颇为亲密 而刘嘉玲似乎成为了一个透明人 原以为影帝钟情的是年轻貌美的张曼玉 没想到梁朝伟最终与刘嘉玲洗劫良缘 因此很多网友替张曼玉表示不平衡 一名长得比刘嘉玲俏丽 在年龄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 为何梁朝伟会选择刘嘉玲呢 或许通过多年的相处 梁朝伟发现刘嘉玲才是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记得刘嘉玲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会一直给对方留有足够的空间与尊重 在自己想要逃离娱乐圈时 是梁朝伟陪伴在身边可以说是不离不弃 可见两个人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也有网友认为张曼玉与梁朝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如果绯闻是真的 不会每次都是三个人一起同台 这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 不过现在梁朝伟与刘嘉玲也生活得很幸福 说明这是一段正确的婚姻 而张曼玉年满50周岁 如今还是故事一人的状态 或许女神经历过多段感情 早就不再对婚姻抱有期待了 也有可能是圈内的女性有钱有名 根本就不在意所谓的婚姻 张曼玉出道多年积攒下不少的财产 足以让她潇洒快乐地度过一生 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对此各位网友们如何看待呢